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难得一次由我做东的黎月雅吉 肯定要为旅行者们准备一个小惊喜 除了上述内容 本次我们还请来了一位特别嘉宾 一位曾与神明摩拉克斯同桌共饮的老朋友 神明巴尔的老朋友 国际名神大社公司八重神子事业 好久不见 帝君 咦 怎么没见甘雨姐姐啊 我还特意烧了两篮子这一季掌饰最好的海灵芝 奔香给姐姐尝尝鲜 哎呀 哎呀呀 屏幕前的诸位就是传言中的旅者嘛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供奉什么的下次再说了 嗯 此生虽然尊贵 不过此般前来是受帝君先生所托 对稻妻诸岛风貌做些简单介绍罢了 这里是不是用将军大人喜欢的感觉 会更好一些呢 嗯 嗯 那我们开始吧 此乃鸣神岛 鸣神大社与神音耸立山巅 到七城居于滨海 此乃巴韵岛 大蛇海骨在此沉眠 碎神气息历年而不消 此乃神无种踏被杀 山体外部花团锦簇 如云似泥 错落重叠的山沿之中 列岛最大的冶炼设施 玉影卢星 如今因战事而停歇 但其壮阔精巧 自百里外亦可进来 此乃稻妻城天守 正是稻妻列岛之中 最为尊崇者的居所 将军大人 于稻妻城至高处守望众生 服饰景色百千年依旧 人之在世 却如白鹿与泡影般虚无 如何 有没有萌生初想要来稻妻有利一番的愿望 稻妻周到期待旅者的到来 特别是想要拜访名神大赦的话 出发前 记得要先准备好供奉 这位狐狸小姐还是老样子 戳摸不定 好的 感谢八重神子带来的一手信息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在脑海中构想起了种种风貌了 目前稻妻区域还在紧锣密鼓的开发中 在正式见面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 我们之后也会为大家带来稻妻的相关情报 也期待着和旅行者们一起往新天地进发 那么下次再见 见面吧